而且做了光療美甲 回家後才短短兩天 竟然發生悲劇 而且是整片的 輕輕一撥 什麼東西啊 它根本沒有黏膠吧 而且光療指甲剛做 你根本連斑都斑不開 這紙糊的嗎 紙糊的光療指甲嗎 林小姐的氣還沒消 沒想到換大拇指 也跟著掉 太誇張 才過了兩天 這用的是什麼 什麼樣的膠 什麼樣的光療可以這樣子 過了三天 林小姐到店裡補指甲 沒想到當場又掉了兩指 為什麼它都處於 就是跟指甲中間 會有人家空心的感覺啊 林小姐是在臉書上 看到這間全台連鎖的美甲店 還有藝人艾莎代言 因為台中新天要開幕 推出優惠組合 手腳單色以及卸甲 總共16堂 再加保養4堂 原價2萬元的課程 特價只賣2000塊 網路上大量分售 還必須先線上刷卡 但林小姐8月26號去做指甲 28號就掉了兩指 過了三天再掉兩指 讓她欠了投訴 她現在網路上大量的收錢販售 那麼之後呢 客人要再去做 連預約都要等一個月以上 那品質又有問題 除此之外 林小姐也抱怨 已經先付了錢 但等到要預約的時候 總是預約不到 每次都要等一個月以上 那21可以嗎 21也是滿多 23嗎 對也是滿多 美甲店的公關則回應 因為消費者來做美甲之前 已經塗了印甲油 美甲師有詢問是否要卸掉 但是林小姐堅持不要 才會導致美甲脫落 但林小姐卻反控 店家根本說謊 因為當時我在做的時候 有明確的告知美甲師 那麼店家有幫我上印甲油 我還問他說這樣OK嗎 那美甲師跟我說應該OK 所以他就直接上色了 林小姐跟店家各有不同說法 但是消保官也提醒 沒有預約保證的 不管是禮券 或是在網路上推出的優惠組合 消費者最好不要買 記者公寓德台中 采訪到